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豆饮食特效,我是小爱,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自来椅人法贴 故事开始啊,小组织的活动越来越频繁,他们在到处抓捕尾兽,为了打探小的情报,自来椅决定去云影村走一趟 临走时钢手说,你可以定要活着回来啊,自来椅说,你就赌我会死吧,因为你逢赌必输,不过,等着我活着回来,你就要 自来椅一言又止,最终还是没说出来,还以开玩笑来缓解尴尬,因为自来椅明白,在钢手心里,他可能永远比不过家藤段 和钢手告别后,自来椅迎着夕阳独自离开 时光倒流,在小时候,自来椅和大师玩钢手一组,他们的老师原非日战,让三人抢铃铛考试 自来椅对钢手说,如果我抢的铃铛,就和我约会吧 钢手说,如果你输了,就不要再来纠缠我 结果可想而知,自来椅又是最后一名 为了激发自来椅的斗志,原非通灵出圆魔,想让自来椅更加努力修行 结果在修行中,自来椅还未签计契约,就乱使用通灵术 被逆向通灵来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 正好看到蛤蟆老大和一条大蛇在打架 自来椅一兴奋,抓起蛇把他扔飞了出去 自来椅被告知是命运之子 从此之后,自来椅开始了在木叶和妙木山之间的修行 几年之后,大蛤蟆仙人预言 自来椅的弟子会引起人界变革 让自来椅去世界各处旅行习习小说 自来椅出去后,第一件事就是找女人 顺便寻找变革之法 结果世界还没变革,他先把这女人给变革了 在寻找自己弟子的途中,自来椅来到一个村子 村子因为有人者潜入而被摧毁 此时出现了一个头顶大草原的人者 开始攻击自来椅 结果不敌自来椅被划上了额头 而这个被掠的人者正是佩恩畜圣道的前身 是风猛一族的人者 这个人者逃跑后 自来椅因为战争问题只能先回到木叶 当看到刚手为了加藤段的死 哭得伤心欲绝时 自来椅暗暗发誓 一定要找到命运之子 但是很快 自来椅他们也被卷入战争之中 并和山交鱼半葬一战成名 战争结束了 以木叶胜利告终 木叶三人在临走时 遇见了三个小孩 这三个小孩正是迷岩 长门和小楠 为了保护三人 自来椅流了下来 开始照顾三人的生活 一天迷岩和长门出去寻找食物 被一忠忍拦截 在危急时刻 长门开启了轮回眼干掉了敌人 自来椅看到这儿 就认定长门可能是自己寻找的命运之子 并决定教他们忍数 三个孩子在自来椅的教导下 很快学会了基本忍数 自来椅看到三人有了自保能力 也就回木叶去了 而木叶三人也在战争中履进其宫 也逐渐成为传说 而此时联络蛙送来了最新情报 自来椅认为 明叶他们三个已经在战争中死去 自来椅悲伤过后 重新振作起来 又开始了新的旅行 本期互动话题 测试你选中的人物能打败自来椅吗 手机截图或按下暂停键 选中图片告诉我们你的答案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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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